F-PACE 好的 我們今天來試駕 F-PACE 不過它是高性能版本的 因為它後面掛上了SVR 其實SVR這個名稱呢 我相信很多人在台灣第一次接觸到它 是在當初的F-Type SVR出來的時候 所謂的SVR其實是由 Draga Lenovo 這個集團在2016年 在英國成立了一個特別製造的部門叫做SVO 全名是Special Vehicle Operations 這個部門它專門負責包含了高性能 有獨特性 有個性化的車輛 所精緻的一個部門 這個概念就跟大家看到的賓士的AMG 以及BMW的M部門是同樣子的概念 不過當然Draga Lenovo它在成立這個部門 時間是稍微晚了一些 不過也由於有了這個部門 所以他們可以在車輛的獨特性 甚至是在車輛的調校上面做更深層的努力 而我們今天所看到的F-PACE SVR 也是由這個部門所特別打造出來的一台車 所以即便在市售車之中呢 它其實F-PACE之前已經出過好幾個版本了 不過既然掛上了SVR 它在性能的調校以及它的獨特性上面 會有非常大的不同 的確我們今天所試駕的這台車呢 它搭載了一具5.0升的機械增壓引擎 最大馬力是550匹 而峰值扭力則是落在69.3公斤米 其實你單看它的數據 你會覺得它就是一台純種的性能車 而它實際展現出來的效果啊 或是說它駕成感受 也確實是符合它這樣子的身價 建議售價是462萬元 我認為它其實不貴 如果你今天去拿GLC 63 Coupe來相做比較的話 以這個英倫品牌來說 它真的有它的價值存在 而且它的性價比 以性能車來說 也完完全全是不在話下的 純粹的機械增壓引擎 其實目前在市面上 你已經很難看到了 都是往渦輪增壓引擎來做靠攏 尤其在歐美品牌來說 我想今天這台車如果你跟一般版本的F-Pace 來做比較的話 其實差異真的非常的大 之前我們在試駕F-Pace的時候呢 即便是後來所做動力更動的 搭載2.0升GNR引擎的F-Pace 由於它車重真的是蠻重的 所以慣性也好 比例也好 其實在休旅車 如果我們以性能 以超價來做比較的話 它整個開起來的感覺呢 協調性並沒有這麼的好 它可以展現得很舒適 但是如果你在彎道裡面 你在以比較高的速度來做過彎的時候 它的慣性真的比較大一些 而今天的這台SVR 它其實還是有延續這樣子的感受 但是呢 由於它整個車子的動態靈活度 變得非常的高 所以這個多多少少可以去抵消到 它這樣子的慣性展現 或者是說側傾比較大的一個感覺 好也由於它的車重非常的重 所以我覺得在煞車的部分 也許它還有一些進步的空間 它目前的煞車標配的是 前四活塞卡鉗 而後面則是單活塞卡鉗 碟盤的部分呢 前方是加大到了395mm 而後面則是396mm 以這樣子的數據來看的話 基本上它的煞車系統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真的要進行一些 非常激烈的吵架 甚至你一想天看 你想要去跑一下賽道的話 我認為它的煞車系統 因應它的車重 還是有進步的幅度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 把它當成一台通行的車輛 你有偶爾 上山想要小跑一下的話 我認為目前的煞車 自動性能來說 並沒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比較訝異的是 它的指向性真的非常的不錯 在彎道之中其實 你也不太需要去做太多的修整 車子就會往你想要跑的那個地方去 整個電子方向盤呢 其實它回饋的力道 我認為不過不失 那在今天的這台車上面呢 它有搭配了幾個操駕模式 我們目前把操駕模式放在舒適模式 你可以感受到它其實 懸吊作動的行程還是比較長 可是它給你的路面回饋是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你就整個舒適化的觀感去看它的話 它基本上沒有辦法給你太多的舒適性 這個是有助於性能車的一個表現 不過在舒適模式之下 如果你用比較高的速度來做過彎的話 其實你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它懸吊沒辦法給你太多的支撐性 而造就整台車開起來 它的可控性會變得沒有那麼的強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把超駕模式 切換到動態模式 動態模式之下呢 路面回饋的資訊變得更強了 而且呢 整個底盤的效果 你會覺得真的很硬很硬 可是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由於它的懸吊是電子懸吊 所以它的阻尼會發生改變 行程變短了 另外呢 懸吊給你的支撐性也會變得比較強一些 我覺得這個模式是比較適合 SVR這個名稱的 我覺得在今天的試駕體驗之中呢 我有發現這台車它其實在1500轉左右呢 尤其在起步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真的是稍嫌溫吞了一些 大概越過2000轉之後呢 你才可以感受到 它這樣子大CC速的一個引擎的動力輸出 即便它在懸吊系統啊 在車身啊 在引擎它都用了非常多的鋁合金部件 但是它的減中效果 其實我覺得並不如預期 不過由於它的車身的動態是非常的活潑 所以你還是可以在彎道之中 體驗到一定的樂趣 還有一個優勢是在於 由於它使用了機械增壓 所以在動力的輸出上面 線性而且你不會感覺到 太多的一個尖段 例如如果你今天使用的是渦輪增壓引擎 你把馬力Q到這麼高的話 基本上它一定會有一些遲滯 包含了在一些動力的不連貫性上面 也許有時候你種彩油門的時候 它會嚇到你 而造成那台車不是這麼的可控 但是今天的5.0升 機械增壓的這顆引擎 搭配上8速的手自白變速系統 我認為它的可控性是非常的強的 我還是要抱怨一下它在 操架模式的這個選擇鈕上面 因為它是有方向性的 而且它是不能連續一直循環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在行駛的途中 去按這個按鈕的話 你可能還必須要看過去 找一下它的按鍵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不直覺的 因為今天既然它已經是一台 以性能為主軸的車輛的話 那我認為它應該要在這個部分 做出一些修整 第二個是 它其實是可以在你的動態模式之中 去調整 包含了方向盤啊 包含引擎輸出啊 另外還有懸吊系統的不同的修整 可是呢這個東西它是把它放在動態模式之中 它並沒有另外的列出一個你可以自定義的模式 如果你今天在一般模式之中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去改變這些操控 我想英國品牌做車真的跟德系品牌還是有一些差異 如果你今天要去把它跟類似於 BMW或是保時捷的運動修旅性能車來做比較的話 我覺得德系的車廠它比較會把一台修旅車 讓你開起來感覺它好像是一台普通的先輩車 但是在今天的F-PACE SVR上面 我們比較感受不到這樣子的特性 我覺得它是比較直擊於一般的F-PACE 可是呢在整個動態反應去做大輔助的修整 讓你開起來性能也好啊 在操架也好啊會讓你感受到不一樣 但是在整個車輛底盤的設定上面 它還是走比較偏沉穩 甚至是有點沉重的氛圍 好我覺得在2016年SVO這個特別的部門成立之後呢 其實我們今天所試駕到的F-PACE啊 或是說之前的F-Type SVR也好 它都只是一個開始也好 包含了像是Land Rover品牌之中 它也有獨立出高性能車 慢慢的可能會在台灣跟大家來做見面 我覺得著眼的應該要在未來 因為未來呢它可以針對這樣子的部門 去做一些精緻也好啊 去做一些修正也好 再來會端出更多的 類似於SVR這樣子高性能的東西出來 這個可能是我們未來所需要去做期待的 那如果你將話題轉移到今天的這台車 它究竟值不值得買 其實我覺得它在動力輸出的取向上面 另外還有它在操控性上面 以價錢來說 它應該都是有CP值存在的 對於隔音的表現呢 我覺得它的隔音真的是太好了 5.0升的膝械增壓引擎 其實如果你從外面聽的話 你可能會發現引擎的聲浪是很澎湃的 可是今天你在車內 我基本上感覺不出來 它是一台這麼大CC數這麼高馬力的車輛 這個有好有壞 就是說它隔音真的是做得很好 它有獨立出了一個主動式的排氣閥門控制系統 可是你按下去之後我覺得好像 差異並沒有很大 有一些些的差異但是真的並沒有很大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很要求引擎聲浪的人 你在外面聽可以 可是你在裡面的話你感受不太出來 好這個大概是我今天對F-PACE SVR的一個感想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今天的天氣狀況真的不是很好 剛剛還下了一場大雨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非常激烈的去抄架這台車 可是其實在市區的路段 以及我們剛剛跑的一小段山路 你還是可以感覺出來 它跟一般版本的F-PACE有哪些分別 也確實SVO這個部門 它有針對性能化的調教上面做了很多的努力 而且是有忠實的反應在SVR的車型上面的 我覺得這個是好事 OK 那除了在整個底盤調教系統 以及動力的部分 其實SVO部門它還做了很多的改變 包含外觀與一景內裝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好 老實說啦 我覺得Jaguar原廠SVO這個部門 他們真的對它太客氣了 你以帳面上550匹的最大馬力來看 其實它反而在這個集聚之中 它的外型是比較低調一些的 我們來看一下有哪些特殊的東西吧 第一個 它的水箱護罩 內部的柵欄組 使用上了亮黑色的塗裝 並且使用蜂巢式的柵欄 還蠻耐看的 另外最下方氣霸的部分 也是使用了同樣的設計 而在引擎蓋上面 最讓人家注意到的 它有實際散熱的效果 真的有打孔的 不是做做樣子而已 而在頭燈組 高階的LED主動式頭燈 附上了遠近光燈自動切換的功能 除了SVR之外 其餘的FPACE 都是使用了HID的光源 最下方呢 保險桿的設計 老實說我覺得並沒有特別的 突出並沒有特別的鋪裝 低調了一些 但是這個曲線呢 其實我覺得英國人設計車子 真的蠻厲害的 你仔細看你會覺得 它看起來蠻優雅的 並且使用了不同顏色的塗裝 來做烤漆 而且在保險桿的兩側呢 你可以發現 這邊有做出了一個孔洞 讓它的散熱 以及風阻係數的降低效率上面 會更上一層樓 好的我們接著來看到車側 其實專屬於SVR的一些套件呢 你可能要細看你才看得出來 第一個呢 在於前葉子板這邊這個散熱孔 它是有實際散熱的功能的 另外呢 側裙 這個大家可能比較容易注意到 其實雖然它並不是特別的鋪張 但是它的曲線還蠻優雅的 而最後 21吋的鋁圈 這個鋁圈呢 我覺得它還玩出了一個 蠻有趣的花樣 包含了雙色的設計 而且它是鍛造鋁圈 搭配的配胎規格呢 前面呢 是265 45 ZR21 而後面則是 295 40 ZR21 從輪圈組裡面看進去的話 你可以看到有SVR專屬的紅色煞車卡鉗 而把車門打開的時候 也有SVR專屬的迎賓飾板 好車尾是我認為 這台車我自己最喜歡的一個部分 原因在於 還有SVR的車型名牌 第二個呢 雙邊雙出的排氣尾管 這個讓我覺得 非常的有禁忌的風格 好一些基礎的設定在於 它使用了LED的尾燈組 並且有做出一個導光條 這個導光條的設定 我相信從F-Type開始 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上方的尾翼 這個尾翼呢 它其實有兩層 這個大尾翼的上面 還有一個小型的壓尾 透過畫面你可能會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這個也是針對SVR所做的一個特別的設定 Jaguar的品牌字樣 以及它的字型呢 是在正中央的 而最下方呢 我認為它在後保險桿上面 並沒有做出一些特別的曲折 或是說特別鋪張的設計 但是呢 它在這兩側 有做出了一個黑色的板子 但是它實際上並沒有通風以及散熱的功能 我們來看一下行李箱空間表現 首先呢 透過電磁閥的開關 把它打開 它有電動尾門 好實際上它尾門 開啟的角度還蠻大的 所以你可能不用害怕你的頭會撞到它的尾門 基礎的容量落在650公升 不過這個要加一個彈數 如果你今天搭載的是全尺寸的備胎的話 它的公升數會減到400多公升 大家注意一下 好另外呢 擴充之後 它做出了兩個拉桿 可以方便後座來做傾倒 擴充的最大容量是超過了1700公升 以中型修旅車來說 我覺得它的成績是很合格的 另外呢 我覺得其實它門檻處 容積的幅度是比較高一些的 你置放行李的時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行李箱也附上了一個12伏的電源插孔 左邊呢 有多做出了一個小型的置物空間讓你來做運用 好我們一進來內裝就可以發現非常跑格的氛圍 運動化的設定讓這台車 雖然說格局差不多 鋪陳的方式也差不多 但是呢 你總是會多了一些熱血的感受 兩具的跑車化座椅 其實它的座感還蠻硬的 所以如果你是非常要求舒適化的客群的話 我想這兩具座椅你可能不會這麼滿意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做一些激烈的抄架的話 它可以提供給你的支撐性 真的還蠻優異的 背部的包覆性也還不錯 另外呢 它可以蠻服貼在你的身形上面 上面有一些林格溫的設計 另外呢 黑紅雙色的內裝 搭配了紅色的車縫線 速殺氣息還蠻濃厚的 最上方呢 有一個非常大面積的全景天窗 它是可以來做開啟的 往前面看呢 Touch Pro的螢幕這個東西是一樣的 裡面搭載了像是視聽娛樂的功能 另外呢 原廠的衛星導航Apple CarPlay 以及Jory Auto的連結功能 360度的環境影像系統 如果你今天達到R檔的話 它不會立刻出現 你必須再去點一下 最右方有看到一個安全帽的圖示 你按下去之後呢 它有針對HVR車型 另外做出了一些 關於性能 例如你現在的G值啊 你的單圈計時功能 還有你的油門 煞車的出力 都可以在上面來做顯示 下面雙區的恆溫空調系統 都是實體的按鍵讓你來做操控 不過中間流空的這個一大部分是完全沒有顯示功能的 會比較尷尬一些 往下方看的話 前面有一個小型的置物空間 拿來放一隻手機其實就差不多了 排管桿還滿小的 大面積的鋼琴飾板來做鋪裝 後面則是我剛剛所講到的這個操架模式 它只有左邊跟右邊 它不是循環的 後面呢排氣聲浪管理系統 旁邊還有一個抖波環這樣的功能 它其實是針對越野來做一個設計 電子的手煞車拉桿 以及兩個置杯架可以來做關閉 中央扶手 哇它這個有點鬆喔 中央扶手打開裡面有兩個USB的插孔 一個MicroSync卡的插孔 一個12V的電源插孔 這邊的空間並不算是特別的大 駕駛人座的介面 你第一個可以注意到的是 它是SVR 為什麼 因為上面有一個SVR的字樣 還蠻炫的 而且你在切換操架模式的時候 你的儀錶板的顏色 是會變得不一樣 在動態模式 運動畫模式的時候 它會變成整個是紅色的 看起來真的還蠻爽的 全一一金的儀錶板12.3吋 當然上面也可以投影你的導航系統 以及利用不同的形式 來呈現你的儀錶板的資訊 最上方有一個抬頭顯示器 它是標配的喔 不過它可以呈現的資訊 其實並沒有太多 方向盤 這個方向盤是SVR專屬的 我覺得盤進還蠻適中的 而且它在 應該算是2點鐘吧 2點鐘的方向有做出一個起伏 你在旋轉的時候 其實你這邊 手指是可以得到更為穩固的握感 上面有兩區的快捷鍵 右邊是你的ACC 它有全速域的ACC 車道偏移輔助 這邊呢 儀錶板的資訊以及 部分的視聽娛樂音響的操控在這邊 後面有換檔撥片 而且蠻大型的 這應該是鋁合金啊 質感還蠻不錯的 燈主以及雨刷都有自動感應的功能 另外呢在置物容積的表現上面 其實我這樣看過去 它並沒有太多的置物空間 不過在駕駛人以及副駕駛座 這邊呢 有一個淺淺的置物空間 可以讓你來放一些零錢啊 小型的物品會比較適合一些 好的我們來到後座 其實空間的部分一如既往 跟一般版本的F-PACE是一樣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腿部空間 我身高173公分 前座調整成我的標準桌子 大概還有兩個拳頭的距離 表現還不錯 而頭部空間呢 有超過一個拳頭的距離 所以在空間的基本面上 這台中型的SUV 是完全OK的 另外呢在配備的部分 其實你可以發現 後面它並沒有第三區的核溫空調系統 不過有坐上了出風口 好往下面看 後座的左右這兩端呢 它是有加熱座椅的 順帶一提其實是前座 它有加熱以及通風座椅 而且它都是使用了電動調控的功能 這邊有兩個USB的插孔 以及一個12V的電源插孔 機能面上面 以這個充電的需求來說 我想還不錯 而在座椅的部分呢 第一個我們先來看一下 它的中央扶手 打開來很基本的 兩組的製杯架 另外呢它有424分離的功能 所以你也可以透過中間這具座椅 直接把它傾倒來 拿取你行李箱的空間 還滿方便的 至於在整個座桿的部分 你坐到後座 你第一個會感受到的是 雖然它的座椅的形式跟前座一樣 但是它在發泡棉的設定 比較厚一些 所以它有為後座的乘客來做著想 你可以乘坐的比較舒適一些 而且這台車它其實給你的路感回饋 會比較重一點 所以呢我覺得後座的座椅 以舒適化的角度來看的話 比前座好上不少 那整個座椅它在椅背的傾腳 設定還滿合理的 但是在大腿這個部分 延伸距離可能就不太夠了 不過它也是可以提供給你一定的支撐性 中間隆起的幅度比較高一些 中間這位乘客呢你在腳步置放 稍微注意一下 買檔組的ISOFIX 二號安全座椅的固定扣 好啦老實說 以462萬元的售價 你可以買到一台5.0升機械增壓引擎 動力的表現 550匹呢還有將近70公斤米的扭力峰值 老實說我認為是划算的 但是我相信會買這台車的人 一樣你是一個非常獨特的人 英式的造車工藝我想可能很多人不懂 但是呢對於喜歡的行家來說呢 你就是會覺得它有一種致命的吸引力 所以呢我認為以這個級距來說呢 它算是一個蠻特別的產品 它也算是一個SVO設計部門的開山組織 是關於SUV這一塊的 所以呢今天的介紹大致上是如此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一定要訂閱 另外呢小鈴鐺請打開 我們會隨時的為大家帶來更多的實價報導 我是立憶 掰掰